OK when it comes to answering question right OK oral question 他会有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他create一个character 他问你说 假如你是这个男学长 你会怎么做 这个听起来好像你会repeat 你可以稍微elaborate一点 在这个有的part 你就要从有开始 你可以讲说如果我是那位男学长 我看到有一个同学跌倒了 我会你要不要跑去帮他 然后你可以多 在这边你可以多elaborate 就是说因为我在科学活动中 我学到怎么做急救 所以可以及时帮他止血 OK 你可以讲好不好 OK然后 你在这边你就不可以继续讲说 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很欣慰 因为人家跌倒了你还觉得很欣慰 OK 你可以讲说看到他跌倒的样子 OK 但是呢 同时又觉得他不应该被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自己应该要小心 像你看我这边跟他想一个回声 因为他自己应该要小心 OK如果 这边你就要小心说 应该就是我每个人应该在学校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不要为了玩然后受伤 OK 如果每个人都懂得注意安全的话 那就可以减少学生发生意外 OK 所以如果他问这样的问题 你就可以用point formula去回答一个一个边 OK 他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你要make it logical OK somehow the formula there is for you to跟你讲说 OK 你要讲讲 OK OK so第二种question 他会问的是什么 OK 他会问的就是 请建立一些方法来提高 学生们在学校的安全意识 OK whenever你听到这个意识 especially when you pair with安全意识 什么什么意识 那个意识 means awareness OK awareness so这个情况 你就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caterpillar来解释 OK so第一句的开头 你可以讲说 可以repeat那个question OK 因为那个question他要你建立一些方法 提高校内的安全意识 也就是学校学生的安全意识 same thing OK 看他用什么词你就follow OK 这是他的question so你的开头你要怎么讲 就是这里 我认为 要repeat question 就是这个 OK 要 提高校内的安全意识 首先 首先就是firstly 得从 我们自己开始 然后followcaterpillar OK 我们自己开始就是under我 OK so 这个我啊 the idea for这个我 我是跟我的学生讲 always use hp 就是handphone 我就讲说 我可以在手机放一张照片 提醒我 要注意安全 ok 放一张照片 什么照片呢 你可以elaborate一点 就是说我在我的手机 放我和我家人一起开心的时候的照片 这张照片可以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这样我才可以有机会跟家人一起开心的活下去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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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到家人这个part ok 你就可以接下去讲说 另外 ok 我的家人也可以帮助我 就是说 平时妈妈 爸爸妈妈每次交到我们 过马路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不要看手机 专心走路 做好一件事 因为 在走路的时候呢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了 有电动脚车 随时可能会被 撞到 发生意外等 ok 尤其是过马路 马路如虎头 是讲错 不是马路如虎头 马路如虎口 ok 啊 马路如虎口 啊 马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要专心过马路 不可以用手机 所以我会把这些 日常生活的习惯 牢牢的记住 ok 然后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呢 啊 就 不要只顾着玩 ok 那这边你讲说用手机啊 跟朋友你就要换别的东西讲啦 别的ideal 不要讲说 哦这边也要顾手机 不要不要这样啦 就是你换别的ideal讲 朋友呢 我们通常是讲一起去玩的 ok 所以 讲说啊 跟朋友和同学出去的时候 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 不要为了玩 然后啊 牺牲安全 哦 怎么样还是得安全第一 要不能发生了意外 折断了手脚 还要去医院 很麻烦 而且也不 不划算 哦 牺牲了自己的手和脚 ok 啊 最后一个 校方 校方就是学校啦 ok so 啊 学校这方面 哦 他可以多举办一些 关于 安全的 嗯 讲座 ok 的比赛 或者是安全的画画比赛 关于安全的讲座 还有关于一些安全的游戏活动 让学生参与 啊 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 啊 啊 ok 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啊 为了赶巴士跑的时候 随时可能会滑倒 然后 呃 受伤 哦 这是利益 ok so after that 你讲完了 你就讲这个 中上所属 这些就是 ok repeat question 这些就是 提高校内安全意识的一些建议 然后这样就完了啊 finish ok finish 所以这CW你有吗 没有 我等下再拍给你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ok 有问题你再问我